还没走进活动现场 就闻到浓浓的药膳味 前一天就开始炖煮的当归汤与鸡腿 就集会今年准备600份 在冬至前夕发放给弱势民众 更提供外送服务 料好实在的食补 给大家满满的能量 应付即将到来的冬天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 其实来讲的话已经办了第五年了 每一年都是在立冬 补冬 这个时候呢 我们非常的感觉就说 一定要有一点点温暖带给大家 所以每次在立冬之前的话 我们会找个礼拜天 然后在我们会馆这边 准备了当归面线还有棒棒腿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今年度的话 我们从300份 400份 500份 600份 到今年的话是准备600份 那我们这次的话 也会比较扩展外送 比较着重在外送的部分 那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些 我们一销的人员都很辛苦 所以今年的话其实来讲 我们会特别外送 准备到我们的消防局 还有我们的直属中山分队这边 还有一些团体 弱势团体的话 我们会以团体的方式外送 所以说今年的部分的话 外送占的成分比较多 志工们忙着分面线 装汤 放鸡腿 制作过程繁琐的汤头 尝着旧集会满满的爱心 现场民众捧着温热的汤头 也喝到往年补冬的美好回忆 海波新竹 陈若怡红采访报导